我今天来到了巴塞罗那 看看这里的天气超好的 我感觉自己像是在春天一样 天气好 心情也特别好 巴塞罗那有一个很大的城市特色 就是它的各个街区的布局 非常的类似 所以我感觉我们走了好几个街区之后 发现好像又回来了 你看我现在把外套都脱了 因为今天的天气真的是 好像有17度 反正走一走 我感觉还挺热的 今天来的这个地方叫桂尔公园 超漂亮的 来的东西 探索到过去了 我们的监察 data 我们的搜索 是 拿出 我们的红色 看着 我们的 吃 好激多人 这个地方我只能说用人山人海来形容 刚才拍照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大家来这公园会拍的一个景点 然后我坐在那边真的就是要脸皮特别厚才能就是一直装作周围都没有人在那拍照 感受一下这个人潮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叫做米拉之江 但是我不打算进去就来外面看一下 来到了巴塞罗那的海边 哇这里超漂亮的 我们在伦敦已经好久没有见过阳光更不用说夕阳了 这个景点叫做受伤的心宿 是1992年一个德国的艺术家创造的 然后刚好看到有一个人在这抽烟 感觉好符合这个建筑的一个风格 他开始喝酒了 看一下远方 我现在太喜欢这个海边了 吃完了这个蜗牛 烤大风 好黑哦 米拉之家旁边的一个小小落 这个是米拉之家 Joining us 早上好今天我来到这一个巴塞罗那 muitos有人在 Aphra 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像伦敦的Bar Market 就是叫菠萝市场 但是因为它在西班牙 所以它的水果和蔬菜全类肯定都多得多 选择困难症 我已经不知道要买什么了 油炸食品爱好者的天堂 超大的东西 香啊都是肉香 来这一家吃一个烤海鲜 我的妈这个把我惊吓到了 这个是一份的海鲜咯 一份咯 这是Top Choice 妈还不小心点了两份 点了两份一点多了 哇好香啊 听说这个是加泰罗尼亚地区很有名的一个玩偶 我们找了好久 终于找到了这个加泰罗尼亚玩偶的地方 这一份咖啡 看起来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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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走路爬去那个山顶看夕阳了 看这地方太高了我不敢爬上去 国内有小伙伴我看到他们在喝这个 但是呢在伦敦还没有 所以我今天到巴塞罗那之后 打算来试一下 你好 你好 早上好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在巴塞的最后一个景点 叫做圣家堂就是这个建筑 那他在2026年才会完工 所以现在呢你会看到他旁边有一些正在施工搭建的 也就把这边啊 很好 这边的家庭 哦 这个وم子 很小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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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contigo quiero encontrar días llenos de felicidad 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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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